這遊戲是怎樣的 也是射球 一傳過去 從後半場上都可以射球 神經病 殺人足球 看看對面的那個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終於推出了閃電11人SD 我玩完新手教學 應該是三年抽 這遊戲我自己玩的新手教學 我覺得還挺有趣的 即是下棋的方式 我們用彈射去玩 亦玩給大家看 影片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給朋友觀看 看看抽彈 這共有三隻 我想是這樣 應該是無限抽彈 抽到正確才去 咦 這也不錯 有點像足球小將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抽彈 抽到正確才去 正確自己的角色才去 但這次應該是C級 看看 能否射其他位置呢 試試 先試試 嘩 原來A也已經很難 再來 好 轉 哦 球可以下西的 嘩 這裡完全是差差差差 C...D...E... 手臭很差啊 再來 好 射球也在控制位置 看看銀盒是甚麼 咦?! S級啊 大哥 神童啊 不用考慮了 開球了 有神童立即開球入手 剛剛開始的首抽就完了 有神童開球吧 雖然神童不太熟 神童應該是玩化身的 我沒記錯 好 即是第二集了 應該是第二輯的 好 上 咦? 不是啊 打MF的GK 他本身給了主角 我當然用主角吧 我最愛的 拉上去 其他角色也有給MF 上 D 不是啊 這是FW FW好像沒有了 這個陣 是否應該要選擇其他陣呢 如果這樣的話 DF只剩下一個角色可以選擇 MF也沒有什麼角色 直接插進去 對 帥哥 帥哥的帥哥的帥哥 可不可以... 咦? 原來龍門可以換上去 實在還沒離開新手教學 但已經抽了很久 基本操作那些 我們去基本練習 對 這是基本練習 明日人篇 這裡我們不要看了 直接去 我們直接去看 咦? 基本練習 好 進去基本練習 大家就可以看到 看到有這麼多代的角色 OK 進關 這裡應該可以換一些角色 對了 初心者 這個新手教學也蠻繁複的 好 這些就... 咦? 它直接有新年活動 這些應該是新年活動吧 對呀 選擇學新年 一出遊戲就新年 這遊戲真是超級厲害 一出遊戲就有新年活動 其實這遊戲神組已經說出了 12月上旬了 但推出到今天 1月上旬了 好 這裡就... 還是完了 這裡應該就... 我們拉回... 咦? 拉回到... 這個位置 這樣就應該很棒了 對呀 這樣就OK了 嗯 這樣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好 看看有什麼菜式 哇 油箱超多東西啊 一次過拿掉它 嘩...有特典啊 送的 是不是? 這是送角色嗎? 嘩...送了S的鬼盜友人 咳... 鬼盜來說我還是非常喜歡的 嘩... 一開始我就可以有兩隻S角色了 現在的意思是否全都玩了呢 MF 這樣就有一個打到MF啦 好 這裡應該我們就可以直接開球了 抽蛋那裡又如何計算呢 這些我們遲些看吧 抽蛋啊 哦 都已經有其他角色了 金幣也可以抽蛋啊 你看到 嘩 感覺上很棒啊 不過我們直接開球吧 這裡應該要先出 對了 主界面 這裡應該直接開球 咳 開球前就是一局戰棋 這些應該會... 我們不斷過關了 不知道有沒有對戰呢 但是新修教學還未完結 我們要繼續 好 那我對就OK了 兩隻S角色 龍門也是排第一的 Low這個畫面 咳...我有1000 那個的能力值 已經比電腦更厲害了 好 這個玩法非常簡單 我們可以全球 全球 對啦 全球我們可以賣進 走前一點點 這裡我們可以... 其實可以直接射球 不過可以交球給他了 其實我不太明白 如果他射到這個位置會怎樣 我... 可以射過去 可以走過去交球 然後直接射 這個失敗了 難不及球 失敗了 這裡就交球 一人下一步就這樣吧 好 喂 擋吧 這個應該就擋截了 33 應該擋不到 對啦 這裡我們再... 開技接球 對啦 62比他大 我們有很大機會成功 對啦 他算上你的技能 再加上成功率 這樣就可以接球 這個意思 傳球 這裡...可以繼續傳嗎 不行啊 那這個怎樣 也是射球啊 一傳過去 由後半場都可以射球 次時殺人足球 看看對面那個... 對啦 對面那個... 即是對我們的射球 他會一直減弱我們的... 減弱我們的輸出 你看到28 但是一開始射的時候 其實那個數值比較高 但是如果你說... 你本身的角色技能強的話 就可以直接射進了 大概就是這樣 贏了 好 大概就是這樣吧 其實遊戲也很簡單 喂... 第一款閃電11人的足球遊戲 應該是第一款的遊戲 閃電11人 好 那就下一個關了 OK 我覺得這也挺有趣的 其實它也有絕招出來的 畫面不是只站著彈來彈去 有絕招感出 可以看看吧 當然你說是不是很漂亮呢 我覺得不是很漂亮的 不過如果你說... 唯一一隻閃電11人的手機遊戲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的 對啦 好 這裡呢 我們是否可以走過來 咦? 直接踢走球 應該是別人可以直接拿了 到了可以即時去那邊 應該可以選擇不做任何事 咦? 對呀 這裡也是 一回合 哇 原來是交會交失的 看看對方吧 對方應該就拿了球 直接射球 49 絕招來的 好 我們又用攔截 攔截有40 不過攔截不到 不過主角一定可以 用25可以 喂 不是呀 32 那我算錯了 但成功率也有68% 但剛好不成功 那就出事了 還要進球 所以不要節省了 好 被人進了 原來進一球馬上敗筆 又挺有趣的 現在可以升級了 好 當然要再打一場吧 再去 抽蛋 可能我再儲多一點 再一次抽多一點 金幣也能抽到的時候 我覺得還可以的 看看每關金幣 會加多少 再一次抽多一點 好 120秒內 一分先取 好 這裡我們開球 能否一開球就射球呢 不行的 都要交球 好 繼續交給後面 好 這裡我不小心 吓到97% 瘋了 這樣就難以直接射進了 看看 先看看 45對面 但降低了 喂 會不會太神奇啊 是這麼後面的地方 不過這裡的成功率很高 對了 這裡的成功率 但高也照樣進去 這樣就完場了 好 我相信喜歡閃電11人的朋友 這遊戲應該挺有趣的 你玩下去會覺得 如果大家要下載的話 iOS也是那句話 要回到日本那邊 如果是NK的朋友 就不用擔心 去Crew App已經下載到了 遊戲大概這樣 看看... 閃電11人來說 我也要看看能否玩下去 其實我是挺喜歡的 不過如果它這樣的玩法 我又...未必很適合我 如果大家看完後覺得 挺適合玩的 就可以試試吧 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觀看 拜拜 拜拜